这一天跟各位介绍的是如何制作 MacOS的USB安装随身碟 首先打开App Store 搜寻最新版的10.10 现在正在下载MacOS10.10 因为这个下载的动作会很久 所以我会跳过这个步骤 直接到下一个动作 下载完之后会出现这个安装OSX的画面 我们先把它关掉 接下来把USB随身碟插入电脑里面 叫出磁碟工具程式 磁碟工具程式的位置在应用程式 工具程式里面 点选USB随身碟 点选清除 请注意在名称这里一定要输入INSTALL 因为这个名称跟下面的一串指令要符合 所以一定要输入INSTALL 选择清除 选择清除 清除完之后USB随身碟 名称已经变成INSTALL 接下来请大家到影片下方的说明栏位 栏位里面有TXT档的网址和密码 下载完之后开启这个档案 里面会有一串指令 请注意这个指令只有一行没有断行 因为TXT档的宽度有限所以太长的文字会自动跳到下一行去 而文字之间的空格是一格 如果没有空格或者是空两格会造成指令无法执行 上面的说明是这个指令最难搞的两个地方 请大家要注意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将指令拷贝到终端机就可以了 这些说明是给进阶的人看的 接下来叫出终端机 终端机的位置在应用程式工具程式里面 将指令拷贝到终端机 按下Enter 这里要求输入密码 如果你没有设定密码 这里就不需要输入密码 会直接开始下一个动作 现在输入密码 按下Enter 现在开始制作MacOS的USB安装水声碟了 因为电脑会跑上二三十分钟 我挑过这个画面直接到下一个动作 这样子MacOS的USB安装水声碟就制作完成了 MacOS的安装过程 请参考我的另一篇教学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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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